謝謝我們的鑽石金牌主持人 謝謝我們這個古堡的老闆娘在哪裡 那麼在我們co-partner 吳醫生 今天有幾個過生日的比賽 一個是Julie Julie是二十一號 還有二十二號的壁王還沒有來 壁王在哪裡 壁王是二十二號 再呢 還有就是今天主要的我們是成立我們的 我們的American Super Mother School 那麼有六個co-partner 鞋 那這裡是幾個 一二三張梅不成 你的太太 不是我們是張梅娜 張梅娜 因為我覺得我不是一個 張梅老師請來來一下 我們是女性的這個Liber 因為我覺得每一個成功的女人當中 最背後都有一個成功的男的 我們需要你們partner的幫忙 來張梅娜 她那就是她的先生或者兩個人 我們有個人當中呢 現在拿了一個最有名的A 所以第一個 教會對最多的人 她就想那個扣闊了 我覺得很不容易 我說我以前我念的學校 都是Pandman學校 但是你教育一個單身的男的 那自己一個人 但是教育一個女的呢 整個家裡就是一個 所以這就是媽媽重要 特別重要 特別重要 我們這裡有很多這種 Super Mothers 我以前講過 我不會只要有媽媽 大家只是喝咖啡 做什麼 我們應該要做什麼 對我們的社會 我很好教英文 就是說newling immigrant people 所以這會是我的工作 我們這裡又有油畫班 又有電影班 又有很多合唱團 所以我想跳舞班都可以 還有生日聚會班 生日聚會班 真的要不能忙嗎 我覺得每個月的第二個禮拜 應該所有的人 內部的過程都在一起 我就謝謝你們大家 我的面子蠻大的 你講多了還不及 等一下 One last question 張老師 你還沒有回答我 你為什麼這麼年輕的秘訣是什麼 你告訴他們這些好不好 我覺得沒有什麼秘密結束 沒有嗎 我給你說一個吧 我知道你很喜歡那些小帥哥 為什麼 為什麼我知道 張老師在一起 但是新娘永遠是年輕的 你看看 他寫的那個幾乎每天都寫一個叫 什麼的呢 叫瀟灑一日遊 是不是 在我們那天天那 我都寫不到跟你們說 90後老媽隨便 每天寫這麼大一趟 而我們年輕人都夠了 90歲老人 打這個微信 比我們更麻利 這就是他 同心未免 是不是 同心未免 我真的從來不覺得老 是的 我每天都找事情做 只要你們有些個事情 我都走 你都做 哇好厲害 所以我今天講了請 這些人來唱歌 來跳舞 從頭來 我想支持共襄盛舉 我謝謝你們都來 而且呢 人家會出多少錢去請他們的 哎呀 我都是免費 哈哈 我們說還是趙老師面子大得不得了 真是福如東海 獸給人生 謝謝趙老師 謝謝 謝謝趙老師 下面呢我們有請我們的主人 我們的主人 我們主人 我們校長 和我們 吳玉松 吳寶的主人 來一起跟大家祝賀一下 祝賀祝賀 謝謝大家 趙老師呢 是我的榜樣 我認識他快三十年了 我想 每次我看到他都覺得自己要年輕一點 就為自己減一點歲數 今年十八明年就十七了 到我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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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態是非常重要的 我自己做醫生 但是我是內科醫生 但是呢我覺得我整天花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的時間 跟病人講心理的問題 所以呢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心理在健康方面有多重要 大家同意嗎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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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謝謝 今天高瞳晚座 都是趙老師的榮光 所以我很榮幸 在這裡祝趙老師生成快樂 受比南山 孵如東海 您永遠是我們的榜樣 海無 我們向你學習 謝謝趙老師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你 好 今天很高興 在這裡慶祝趙老師的九十歲生日 趙老師今天就真正成了九年後 我 同時呢 非常高興呢 有機會呢 一起和趙老師 還有張梅老師 還有 艾米舞老師 還有 JC 陳 Judy Tsai 還有我自己 我們六個連結發起的一個 Marcus Club 因為在我們看來 趙老師 不光是一個媽媽 她是個新婦媽媽 那麼 大家今天聚在一起 是因為趙老師的榜樣的魅力 把我們聚在一起 我想呢 我們這個母親俱樂部呢 是以趙老師呢 作為一個發起人和Funding President 我相信呢 他是給我們一個榜樣 是我們在座的很多人的家庭裡的母親呢 能像趙老師一樣 那樣不僅是一個mother 而是supermother 所以幾年前的時候 我認識趙老師 趙老師就說 我們家裡有八個人 取得了哈佛的學位 有四個人 取得了耶魯的學位 那麼 我想在教育領域上面 能有這樣的成就 不管是在波士頓 甚至全美國 甚至全世界 我覺得都很少人能做到 那麼趙老師不僅是 在家庭裡的這個hero mother 另外在社會裡面 在社區裡面 趙老師永遠是幫助所有的人 那麼 比如99號 如果沒有趙老師 每一部給我們信心和支持 遇到 不管是我們電影學院的開幕式 還是閉幕式 還是牛化項目的結業班 大有龐多 趙老師也會過來 然後呢 每一天給我們寫很多的這個報道 從不間斷 從不放棄 所以呢 我們99號的合夥人 今天我們三個在自己作為代表 我想說 沒有趙老師的支持和幫助 99號就不會有今天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們也想借著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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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呢 有更多的 家庭裡的母親 能像趙老師那樣 像趙老師那樣 趙老師學習 然後呢 可能下一任的 president 趙老師已經說 每一年都要換一個president 所以我們希望呢 能夠在 Grad Boston 裡面能找到 人呢 能夠接趙老師手裡 揭起的這個 接力棒 能夠把它做得更好 另外呢 還有一點 我覺得趙老師就是 永遠在學習 他這個不停學習的就是 每次我見到他 他會對著那個電腦說話 那個就是打出字來 他不是一個字一個字在打 或者對著電腦或者手機 就寫出很多文章來 而且他總是學了新科技 我覺得這個不停學習的精神 是很令人感動的 他就說 那我們母親俱樂部要學什麼呢 比如說 學油畫吧 辦畫展 拍電影 對吧 講故事 講好自己的故事 做一個榜樣 做家庭的榜樣 做什麼